比起國父的十字革命 你輸三遍 你送什麼 小輸 輸兩遍 贏一遍 他都有解釋 他跟我講話 我都很熟悉 因為那就是我的故鄉 所以他的口音 他的口音 他的講話 他的鄉土人情 什麼三把那魚 我就很熟悉 譬如說人家有這麼多 你看五空那個位 我高中三年 所有的大部分的同學 都來自那個地方 那是台灣真的是很優秀的人才 你的助選員找到了 的發源地 條子在旁邊 的發源地 還有我父母親過世以後 都藏在新化 所以我都很熟悉 但是我要問你就是說 既然這個地方 如果是這些 沒有正規紀 沒有託海 沒有在一起 什麼 是怎麼 你怎麼都算輸人 你這個 我知道 都差不多 就隔壁爭而已 你怎麼都講輸民進黨的人 你如果要把他拚 地面開 要接地氣 他們不會拚壓力 所以我講這裡面 你要去探討 譬如說那個客家 怎麼沒有客家 客家在北門那裡 譬如說我們隔壁爭而已 你說阿公的來跟客家企作 買三個月 票開出來 都是綠的 所以阿公的幫你買三個月 也沒辦法 所以這幾種比較英國 所以你說他剛才說 那都很鮮 也許很多人聽不懂 南部的台語 青就是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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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語 原來從我小到唸初中 沒有綠這個字 我們家第一次看到綠的時候 我父母親不懂 為什麼有這個字 他們也不懂得有藍 也不懂得有藍 拿是怎麼拿成 因為那個叫綠叫青 所以日本片有青色山脈 青就是綠 現在我要請教你說 這個為什麼這樣綠的 不管你用什麼手段 用什麼方法 他們都不容易投給國民黨 他們為什麼討厭國民黨 是因為國民黨腐敗的形象 飛不開 還是他們很討厭老公 這就應該說 過去國民黨在這個地方 他們說就是白條子買票 那麼到東山 官人東山上起來 台南市燦鋒起來之後 就不再讓國民黨接政過 所以在後面這幾黨的選舉 他們已經連續接政25年了 所以上面 聽我給你看看 現在民進黨接政 理長會去挖民進黨 他在政體主委員 他們在分配 分配25年了 所以變成 政客是這樣 我透過傳政 透過理長 他可以去 穿什麼 我欠什麼 我龍羅幫什麼 都透過 所以這是政體主委員在那裡有 早期國民黨也是連續 接政要他40年 為什麼就是主委員都國民黨在分配 但是當時燦鋒那一半 後面到清潔那裡查一室 過天才查一室 就沒有燦鋒以上 就越頂越親 越頂越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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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鄉鄉不省人物 龍街出來的時候 我跟你說 也是心猶豫在不足 不過你這個說法 不完全統一 為什麼 雲嘉南以南 甚至包括斗南斗六以南 可是高雄也是同樣的狀況 也是二十幾年 三十幾年 他們真的是很綠 綠到不能再綠 我認為這個 中國因素是低流 所以你要看 今天韓國在高雄 看這個迷思 就是韓國的滾好比 下的外星人第二天 大家不記得 所以這可能就是你一個目標 所以你說今天 你要看韓國在做選的經驗 你說像在台北市 第一選區的保選 跟平在你這區 我們在台東跟南蘇聯 實在說 憑著你們那些人 繼續有錢 不用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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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們這麼散 你要把票給換來 這經濟的訴求 經濟的訴求 當然是非常重要 不過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他大概心裡也有數 比如說都是很綠的 這個第二選區的補選 也是綠區 你這個也是綠區 你在綠區要翻盤 不是運到郵度的贏 所以不可以說 不來當然不好 但是來一邊 說怎麼這樣劃一 騎一台 這生意不夠 你來不至於 我覺得你來三邊四邊 都不太多 來得到地方 要讓老闆看得到 他說他是全心在停 你兩個比較像 心一樣 這真的停到這樣 會出色這樣就對了 我覺得這點是幫你做一個經濟 但是我覺得你碰到韓市長的話 我還有一個小建議 因為台南市跟高雄市 是做隔壁 一度有人說 這個台南市跟高雄市 可以做雙子星的都市 Twin City 美國說這是雙子市 像Sanpol 聖保羅跟Miniapolis 叫做Twin City 這小隔壁 Twin City沒有錯 所以你台南的人 會自信的人 或是在討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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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認識說 他不會出去了 我們這裡不會出去了 你韓國就說 看我 我敢有跟你說 吃到這裡 你們的蜜蜜 我就不想跟你買 做回來 你用這個方法 那些人覺得說這個想法 可以接受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方法 按台南市的韓國的韓流 韓流如果在全台灣 要有影響的話 它第一個可以影響的 除了雲林 雲林是後頭處 但是除了雲林以外 我覺得台南市 應該它影響可以 最使力的地方 但是說起來 要是不可以只去一遍兩遍 謝龍介他非常有潛力 他也非常有爆發力 絕對有可能 因為今年是2019 2016那時候包括2014 都是國民黨氣勢最差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整個大環境的大氛圍 跟過去2016跟2014 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看到上一次 上個禮拜的補選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團結的國民黨 面對分裂的綠色 我想綠色也好 這一次也一樣 綠白的分裂 對 綠白的分裂 這一次其實包括陳曉瑜也是 你是騷他都 包括民進黨 現在派系之間的問題 郭國文是新潮流力挺的 現在新潮流在黨內 是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其他的包括派系 包括其他派系 可不可以力挺郭國文 其實這都是指標性的意義在裡頭 所以我剛才才說 面對分裂的民進黨 看到國民黨如何去團結 上個禮拜我們看到賓甫 他在整個勢林 包括在大同區輸的狀況 其實色子島 他是輸在民進黨強大的資源 我說色子島25個里 陳明府輸6000多票 其他的士林25個里 他才輸600多票 98票 大同區他才輸610票 這主要是輸在色子 色子為什麼會輸6000多票 我覺得滿訝異的 我都覺得檢調 應該好好去查一查 所以這一次包括後續的 一個多月之後的補選 我真的是建議 面對民進黨強大的資源 檢調我們要好好的去看看 每一次的選舉 到底會不會出現什麼狀況 要不然我覺得 大情勢 大氛圍 加上有爆發力的謝龍介 我覺得是有介紹 郭國文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上次他過去是我們勞動部的次長 上次在勞基法二修的時候 他說台灣都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雖然我們有宣導 法令已經很清楚 但是我們不能罰太重 重罰中小企業會受不了 所有勞工就說 沒有違規就不會有重罰 為什麼要怕罰 有這樣的次長的話 幹嘛我們要定勞基法 幹嘛要定罰則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台能勞工能不能接受 更何況現在剛剛分析過 這幾個區域 特別是人口大的區域 其實都是農業縣市 農民最苦的 不過就是這幾年 農民能夠買單嗎 加上剛才沈大佬講的 未來是Twin City 以後兩個城市一起帶起來 讓禍出的去 這就是一個主要的訴求 所以我說 面對分裂的民進黨 加上團結的國民黨 加上有爆發力的卸容界 加上了解地方卸容界 加上肯去地方經營的卸容界 加上連里長都懸貨的卸容界 還有面對一個高高在上的次長 我覺得爆發力不會差 我對他非常有信心 你剛才那一段講完 最後應該加個凍蒜才對 大家常常會講一個原則 就是說只要是立委補選 投票率一定很低 一定是政黨動員 所以要看你的基層 可是那是因為很多立委補選 都沒有出現明星級的候選人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想要檢驗看看 如果像卸容界這樣的一個明星級候選 他投入這樣的選舉 到底能不能激出一些空氣票 可以出來投票 是不是可以讓立委補選的這種盤 可以有一些改變 你說投票率不要再那麼低了 只有30% 對 就是說如果是卸容界明星級 因為有時候補選跟我無關 反正那兩個我都不認識 像郭國文坦白說 很多人應該也沒聽過他 他以前就是一個勞動部的次長 應該是很多人滿 不知道是不是台南人 但是卸容界就不得了 卸容界就是全國知名度 我們在北部也常常有人問說 你認不認識卸容界之類的 所以你會打給你台南的朋友 叫他投回卸容界嗎 一定要 包括我 其實我那時候選舉的時候 我也常常拜託卸容界幫我助選 但是他都沒空 因為他都拿行程 跑不完 他說拿行程出來 不是我不幫你 可是你看我行程都滿的 後來我就在侯友宜的場子看到他 他跟侯友宜一起玩布袋戲 你說你看連侯友宜身勢這麼高的 都請他出來站台 所以他的聲勢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真的很想很想很想知道 能不能像這種明星級的候選人 可以逆轉勝 然後把一個綠到出資的選區 可以把它逆轉 其實我覺得是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來看 像郭國文自己都講 他說補選就是政黨對決 現在最大政黨 就是叫做討厭民進黨 這一次的台南市長的選舉 其實黃偉哲他贏的也不漂亮 他只有贏高斯伯6%左右 更特別的是有一個 五黨籍的里長叫陳永和 他拿了12%的票 為什麼 因為12%這個里長 他打了一個議題很吸引人 叫他反一個龍騎眼埋場 秀融界其實也是 反龍騎眼埋場的 所以這感覺到人心思變 大家不見得都是用政黨 來決定投票的因素 有時候議題導向也非常重要 第二個 現在大家喜歡拚經濟 就像秀融界剛剛講的 就是要讓貨可以出去 人可以進來 他帶農民出去對岸 去商討商機 這會受到大家的支持 感覺上郭國文 反而比較沒有招勢 譬如說我常常看到他 在媒體上面 就是回到民進黨的老路 民進黨的老路就是抹紅 就是花了很多的篇幅 他自己沒有提出來 他的一個策略 但是只有去質疑秀秀融界說 你看他就是提出什麼 一國兩制之類的 就是用這種抹紅的招式 我覺得選民慢慢慢慢 越遠不能接受這樣的講法 所以滿期待這場 精采可期的選戰 可以改變大家對補選的態度 至少提供的額 計較下去 只要再不斷